首先第一个题目说明 它里面一定有个题目说明告诉你说 你就是要怎么样呢 将来它会给你一个这个档案 我们现在因为不在考试系统里面 所以没有这个档案 我们自己建立没关系 建立的方法很简单 你直接在哪里呢 直接在我们的这个SRC上面 按右键 一样是New什么 New一个Module 那Module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102 不过我建议档案名称不要用数字 开头 你干脆前面加个A好了 A102算了 也就是你不要直接用数字当档名 因为数字当档名会有错误 可能有错误但可能也不会有错 但是只要可能就不要做 像你们那个档案命名 也不要用数字开头 前面一定要一个英文字或中文字都可以 这样就A102好了 OK,Finish 再来的话他做什么把它cancel掉 他希望看到就说 如果当我什么呢 输入特别注意 他说前面这些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里 设计说明 他说什么呢 请撰写一个程式 你输入四个分别含有小数一到四位的辅点数 就是底下类似这样 有四个 类似23.12 35.3这种 然后这四个伏点数它要输出的这个部分就是以宽度要七个 也就是输入假如说23.12这总共有几位呢 总共宽度总共五个嘛对不对 但是呢他要在前面再补上两个空白 那不是要自己手动补 而是要程式帮忙自己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用到format了 OK 然后呢 蓝与蓝之间呢 要间隔什么 一个空白 也就是说这里下输出了 这个是输出结果 就是中间要一个空白 然后这前面的话呢 要一个这个 一个一条这个这个符号 像这个一个有点像1的一个这个符号 然后这边的话总共就七位数 七个啦 蓝宽就七 空格 然后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 再一个什么呢 这个一个空格之后后面再七个 所以呢395.30 六个前面再补个空白 OK 然后呢 另外的话输出 要到小数 前后都要有这个直线符号 OK 做边界 并且的话呢 它说什么呢 先印出靠右对齐 然后再印出什么 然后列印向左靠齐 左右以直线 叙述有点怪怪的 OK 反正意思是说应该是什么 这个是 意思说先输出一次 是靠右对齐的 然后呢 再输出一次是靠左对齐的 所以它其实是输出一样的东西输出两次 只是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左 OK OK 这要怎么做 并且的话呢 就什么 输出这个福点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当然呢 第一个 那怎么做出这个结果 之前好像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好像我记得在第几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吧 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 里面有特别提到 有没有 而且我在底下好像有 放了一个表格吧 我记得好像 这边 在第几页呢 第二个单元里面的 第十二页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怎么样 要靠宽度的部分在这 宽度的部分 这边有没有 这边有宽度 宽度为二 宽度为几 主要可以参考这个 那如果向右对齐的话 靠右对齐的话 你就写成这样 这个是整数 冒号十 十的话是宽度十 低的话是整数 那如果小数点的话呢 那就 F OK 如果是小数点第二位 就点2F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靠左对齐的话 那就是什么 多一个小余幅 有点像箭头 靠右 只向右边 然后宽度多少 OK 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需要把 第二个单元的这个部分 把它加进来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第一步 我该怎么做 当然要输入 所以 让它可以输入 总共有四个数字的话 那我们第一步 可以先把 这边的这个 第一类里面 这边有提到 那它可以输入 那有四个输入值 所以我们可以 假设四个 第一个叫N1 所以四个变数 N1等于什么 Input 小刮胡 那input 特别注意 input之后的话呢 它输入的一定 假设我输入的是 它提供这个23.12的话 它是一个小数点 可是input 一样我前面讲过 它输入之后一定会变成文字 所以你必须转型 一般习惯是用Evil 然后把它前面刮胡 后面刮胡 OK 那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变数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后面你可以把它Enter就可以了 两个 三个 四个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可以在分别 输入 换一个变数名称 一个 叫2 叫3 叫4 所以1234 加这名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print出去 那print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按照它的需求 一个双引号 那它第一个它要这个符号 所以我在前面呢 加一个 这样一个符号 Shift加上那个 Enter上方有一个这个符号 它要做边界 这个 输出这一个 在后面的话呢 输出什么 输出我们要的那个N1 这个是N2 中间加空格 所以要怎么串接哦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加个大瓜壶 空一格 大瓜壶 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format format就格式化 OK哦 然后呢 因为前面有两个大瓜壶 后面这边再加一个这个 分格辅放 边界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跟他讲说 哦 我两个变数 一个是叫N1 逗点 第二个的话呢 帮我放N2 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个放进这里 这个放进这里 哎 对吧 啊其实 N3跟N4啊 其实也一样 所以啊 这边要enter一下 啊底下的话就N3 但是问题啊 还是有几个地方还没完成 哦 第一个的话呢 他要求什么 他要求啊 输出的结果啊 哎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七个 而且啊 第一次要先靠右对齐 所以靠右 我们怎么靠右对 所以靠右对齐的话特别注意哦 必须在大瓜壶里面呢 再加一些相关设定 那什么设定呢 特别注意哦 哎 长度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那个 刚刚不是有一个这个 说明嘛 这边的话有个冒号 冒号后面呢 只要加个数字 就是它的长度 要几个字 所以呢 我们是七个字 所以你可以怎么再加一个冒号 七 然后呢 它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特别注意要加什么 点二F 加在这里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冒号后面哦 其实如果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就是冒号点二F 其实只有多一个 多一个七 有没有 然后面的部分的话 一样 这个是一样 可以把它 Ctrl C Ctrl V 那另外的话 再来哦 它还要什么呢 要 底下也是 所以这个 N3 N4 做法是一样的 那 不过呢 这两行哦 它题目要求是要 靠右对齐 预设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预设就是靠右对齐 因为是数字 固定靠右 可是呢 它第二个输出 所以就把这两行呢 Ctrl C 然后呢 先完成到这里好了 我们先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测试看看 是不是完全 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 所以我习惯哦 一个左一个右 把它这样放在旁边 然后试题哦 它这边第一个哦 所以这个时候把它执行 执行的时候的话 它会跳出 什么东西呢 特别注意哦 这边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因为哦 我们在input的 小刮户里面没有放任何去处 所以这边不会有任何去处 意思是直接打 OK 我们直接打什么 打23 点什么 12 Enter 395.3 Enter 100.4617 Enter 564.329 好 全部输入完毕了嘛 所以 等于是你只要按一个Enter 它就输到N1 N2 N3 N4 最后没有了对 再来就Printer 所以Printer是什么呢 把那个刚刚输入的N1 N2做输出 然后呢 它的分格符号呢 一定是这边前面一个 后面应该有了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七个字 所以 123 123 4 5 6 7 也对 空一格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七个 123 4 5 6 7 也七个人 那就表示符合它的要求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再来的话呢 它另外有一个叙述是叫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是靠右对齐 那它希望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怎么做 很简单 把底下这两行 Ctrl-C Ctrl-V 做什么呢 只要加一个东西哦 因为呢 在我之前的那个 这个说明里面 就有提到 如果你要靠左对齐的话 其实只要在 那个什么呢 数字 几个栏位的 冒号后面呢 加一个小鱼就可以了 有点像一个箭头 靠左对齐 对啊 直接把冒号后面加一个小鱼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意思是说呢 我将来的输出呢 那就是靠左对齐了 好 那这样的话就OK了 那我们一样 再把它Print 测试一下 现在这拖揽一下 这把这四个先复制算了 因为不要打那四个 Ctrl-C一下 把它执行 好 那再来就Ctrl-V 有四个嘛 等于就跟他一样 只是说不用这样手动说 Enter一下 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靠右对齐 没错 七个 那这边是不是靠左对齐 四 那是不是七个 五六七 对没错 后面一个空白 然后这边又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错 那表示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 OK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 最难的部分 应该就是什么 这个里面 大瓜糊里面 要放的 这个公式 这个当然 点二F 前面做过 就是说在点二F 跟冒号的后面 要加个七 就是它的 总共的字数 那加一个小于符号的话 就是对齐方式 OK 画面在房里各位试一下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一题其实 如果真的考试抽不到这一题的话 说真的 如果打 打快一点的话 那应该说真的 大概一分钟应该可以把它打完 有没有 很多地方其实Ctrl-C Ctrl-V 试一下 102部分 挺 好